大家好 我是高崇杰 高sir 最近有很多网友都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收不到我们的相片通知 在这里给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其实我们每一个频道的右手右下角 都会有一个貌似一个小钟或者是铃铃的物体 那你一定要全部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当我们上片你们就全部都可以看到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sir正能量的时间 小市民彭良心做实施讲真相 今集高sir将会和大家分享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黄毓民路军小松泰的流任是垃圾 跟着就建议他加入建制派 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见泛民就是为什么离职 要在12月当中就是为了良知 第三样东西就是报片占领立法会被提名金马奖 真是变成了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留言订阅赞好 还有分享救救高sir的频道 首先今天就是11月13日1113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 就是罗伯的一个被暴徒所害而送命的日子 虽然高sir今天还在香港旁边 但也希望出一分力的 所以就联同仍间有情可情新潮民荣辉之声就搞了一个纪念晚会 希望会是做直播的 今晚记得多多支持好吗 第二样东西就是高sir今天扔一条片出来 就是昨天LOW TV我打上去的时间 可以看到一些主持很没风度 但我已经显露出我们的感言和深日敌震 去反映意见为民发声的能耐 不过我们这么说有些朋友很感谢赞赏 入了一球很漂亮的球 但是高sir也是这么说 彭良心做实事讲真上我们不是介意能不能入好球 而是我希望做出一些实务的事情 也不希望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因为过激的事情也帮不了件事 但是我觉得一个这么黄的平台 如果能够有些建设人士去发声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帮助这件事的 好了高sir分享今天重点 就是我今天刚才看了一条新闻 就是王毓敏的路轰小崇泰就是垃圾 他很不满意崇泰去留任 就是说他留任变了没有作为 兼急建议他加入建制派 当然我们见到小崇泰昨天就说 总辞已经过了最适合的时机 当然到最后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了 就是为了良知嘛 热血公民这么大的党 这么多人都要开饭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辞任会好呢 第二就是支持热血公民的选民 如果见到小崇泰去走的时候 他会不会对得住选民呢 我相信就是有些考量的 但是当然黄毓敏就比较过激 我们可以见到黄毓敏的粉丝 他的粉丝也呼吁支持者 就是臭马重泰和形容对方是人渣垃圾 兼够就是抹黑去为钱 又说他奴才狼狈为奸 不过到最后高sir也是这么说 可以见到每当从政是困难的 每当要进行一个决定的时候 也都要平衡两边 高sir也不评论黄毓敏对小崇泰的评论 我们可以这么说狗爽狗爽 不过小崇泰曾经在公开场合也有说过 没有黄毓敏我们什么都不是 可想而知就是小崇泰都极度尊重黄毓敏的 希望黄毓敏也尊重小崇泰的决定 小崇泰也在议会里面履行议员职责 他不搞事就行了 另外就是我见到建设力量就说想动意谴责 搞定了去 我觉得势不可以去尽 华不可以说尽 凡事太尽 缘分势必早尽 现在反对派只剩两件 也不成气候不如大家聚焦力量去处民生和一些很重要的议题 而不要再浪费时间做DQ那些我觉得是没意思 也浪费时间也会失去选民的心 第二件事高sir想说既然泛民昨天见离职 有些就即时生效 有些为什么去到12月才生效呢 我就立刻上网看了香港01的一篇报道 原来每年12月第一去立法会是一个讯工 他可以随时遞讯随时离任的 即是没有普通一个月通知了 没有的 你只需要在信里面写下你什么时候离任就可以了 第二原来大部分12月离职就是关乎新领结束办事处开支 原来12月如果12月还在的话都还可以生命的 到最后一句都是为良知了 为良知说得好像很伟大很勇猛很英雄 但我们在说身体很肯诚实 我们经常说良知 良知不敌良知 我们看到鄺俊宇 俊宇BB那天划离任后赐职之后 转头和以女性去众筹 如果不不就怎供幽 高sir也是这样说有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承担 背后一帮泛民有百多个同事他们的身界又如何呢 你也要对得住你们的选民这个不再评论那么多了 第三样东西就是高sir很想去说近年台湾省什么都政治化了 不断利用我们香港做一些政治炒作 例如蔡英文的连任 然后不停去炒议题 但是口讲话帮香港人实际完全没有帮过 兼加我们有些手足过去被消失也还有 也都是屠龙小队 很多人走过去直接找不到吃兼加领袖都要倒垃圾维生 跟着就是美国国务卿又是傻了的 今天就说台湾省是一个独立国家 那何来一个独立国家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说就是独立呢 不过另外一个最过分的东西就是连奖项 近年金马奖都全部政治化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艺人都杯葛了金马奖了 不过就是我们讲上年有的报片 记录片其实你说一些暴乱的场面当然是真的 但是你去节录出来的意思 剪接出来的意思和文字全部歪曲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不符合真实的记录片 我极其量这条只是宣传片广告而已 所以毫无公信力的 再次奉劝金马像 如果你想继续玩的话就不要太政治化 因为我们香港人一定会杯葛你们台湾省的 到最后我想说一个可立小学的老师 昨天教育局出招DQ了一名老师 当然公有公说你婆有婆说你 我有个女孩子朋友也很大反应 但是我觉得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正如立法会议员一样 你人装并祸被人捉到的时候也不需要解释 这个是最严重的恶行来的 什么鸦片战争 为什么发动鸦片战争 大家读书都知道是不是 竟然歪曲了事实 摆明人装并祸 这些绝对不能够去姑息的 我觉得好不好 今天高sir正能量分享到这么多了 今晚记住看直播 支持罗伯 或者我们照顾网罗伯好不好 拜拜